今天我们出发去中国边境 去看看那里与巴基斯坦交接的国门 从汉萨出发过去有100多公里 但这边的三路更加危险一点 我们两位巴基斯坦兄弟的车体非常的好 非常激动啊 又可以看到中国的边境 在我们去往中国边境的路上 发现这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湖 看一下这个颜色太让我吃惊了 这有点粉蓝地富尼蓝的感觉 这个湖也挺大的 我们前方的位置可以坐船 在那边去经济旅看一下 这个吉尔吉特不愧是巴基斯坦的香格里啊 我们沿途经过的风景都太漂亮了 然后这里叫帕苏 这里的山峰形状特别特别的漂亮啊 现在很多游客下车在这里拍照 小玉也想下来拍个照片 这里非常的有名 在吉尔吉特 发铁骑行兄弟 这里一路上遇到了很多骑行的 因为这里风景太美了 像咱们国内的参障线一样 这个哥们儿 装备也挺简陋的 但是不能阻碍他来这里旅行的行星 快到中国边境了 这边有一段路好像是塌方了 现在在清理路障 差不多十几分钟可以通 还有六十公里到达中国边境 大部分路况都是比较不错的 大部分都是滑游马路 有极少数路段出现塌方情况 前方就快接近中国边境了 这里已经有白石原的军队卡口 这里检查车辆 这里有一个办公室 下来我们需要什么文件才可以进去 因为这里离边境非常非常近了 原来这个地方只需要驾驶站就可以了 这个墙上面贴了很多户外相关的资料 你好 我是阿里 我在中国待了七年了 她是我的哥哥 我们两个在西安 西安 对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 哦 你的中文太好了 谢谢 你们去玩吗 对 六天 六天 哇好厉害好厉害 很累啊 行不都是很累 太累 那你们现在很久没有去中国了吧 对 三年了 对对对 你们以前在中国工作吗 我正在在上海电器工作 上海 对上海电器 电器 你的哥哥也在那边 不是 我们在巴基斯坦政府 哦哦哦厉害 所以现在是放假过来玩 以前应该很快就会结束的 很高兴认识你 中巴有一万岁 拜拜 拜拜 再见再见 再见 咱们中国人来这条路是通行是免费的 但是巴基斯坦人还需要每人付费通行 呃真的很感激咱们的政府与巴基斯坦共同修建了这条中巴友谊公路 也连接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 我们很可惜啊 只能到了这里 因为 这位军大哥 我看到他身上有这个毛主席的徽章 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2周年 有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国旗了 但是非常可惜 我们现在到不了口岸了 只能 只能到这里 因为口岸现在关闭了 我们现在去不了 这个国门那里了 只能在这里 啊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希望以后可以从中国的边境 来到巴基斯坦 陆路过来 再一次感受一下完整的中巴友谊公路 也感受一下巴基们的热情 现在他们要把我们的护照登记一下 这个关口还是挺繁忙的 看来往有很多车辆 现在只能巴基斯坦人通行 中国人是不允许通行的 非常非常可惜啊 但是也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了 中国再见 中国一个小城市有点热了 现在是巴基斯坦下午学三点钟 这里很漂亮 看到对面有一个餐厅还不错 这里靠近中国边境啊 看到很多中国餐 我进来以后竟然看到中国平风啊 江山如画 我点了一份炒面是这样子的 有一些蔬菜 味道也可以就是有点咸 晚饭我们继续赶路回去饭饭 我们今天晚上二人听到韩唱 这一段路的风景太美了 中巴有一公路上的美景无处不在啊 到处都是很漂亮的风景 好像有很多卖这种杏肝的 很多家卖 我这里停车下来 我问多少钱 我来尝一下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好吃 老板 多少钱一袋 一包是差不多人民币四十多块钱 四十块钱 我买一半吧 买二十块钱的 这里有很多干货 这是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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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买干货 我们还是买干货 生活在这里虽然条件非常艰苦 但是风景秀丽 也不枉是一种幸福 我记得路上有一个湖 挺漂亮的 我们下来转转 小商店 卖的是当地的一些特色 这种耳环 跟在印度的差不多 绿绿的民族可是还是挺好看的 也搞不清楚是哪里做的 我刚刚在这个店门口逛了一下 已经走不了了 每个人都要一一过来跟我拍照 这个哥们挺帅的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湖啊 现在我们下来了 然后这一群帅哥大叔坐在这里看风景 下面还有很多船 发现班式的人挺喜欢坐船的 大人小孩都喜欢 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 但是这里还有很多人在这里玩 有点起风了 速度也下降了 但是也不不点他们的热情